长江三峡它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也是一个能够改写历史的地方 它蒸容的地貌 阻隔东西往来的交通 造化天城的自然风光 又让无数文人骚客 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具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三峡究竟有何神奇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它在哪里 它横根于重庆市与湖北省之间 西起重庆凤杰白地城 东至湖北宜昌南京关 全程193公里 位于大巴山 汪山 武陵山 极大山脉交汇叠河地带 群山环抱中的四川盆地 与江汉平原自古以来 都靠三峡沟通往来 互守三峡四川盆地方可偏安营 它的东侧起点 湖北省宜昌市 恰好位于我国第二与第三阶梯分界之处 是三峡以及巴蜀门户 这里古称宜陵 三峡的出口便位于这里的南京关 长江在这里冲破群山 一路东去再无高山阻隔 所以关羽大义施荆州之后 刘备为了打开巴蜀东出的门户 在这里发起了宜陵之战 战略要地的作用 如今已经停留在了冷兵器时期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地走进三峡 来看一看它的风景与人文 它由渠塘峡 乌峡 西陵峡 三部分组成 故称三峡 首先我们来到它的起点 瞿塘峡 它是三峡中最短的一条峡谷 朝此白帝踩云间 千里降临一日还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三峡 以及瞿塘峡的起点 白帝城 同样这里也是巴蜀的门户 在宜陵之战失败之后 刘备便退居这里防守 也是在这里并视脱孤 将刘善托付于丞相诸葛亮 离开白帝城我们继续前行 也将进入徐塘峡之中 两岸山峰陵江夹制 被称作奎门关 也称作鬼门关 水势波涛汹涌 呼啸奔腾 所有奎门天下雄之称 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 接下来我们将抵达乌峡的起点 乌山县 在这里的小三峡 深藏于乌山腹地 与三峡相得以章 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峡谷圣旧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乌峡 这里峡谷幽深曲折 是长江经过千万年冲刷 横切乌山主脉而形成 金盔银甲峡 以及乌山十二峰 在这里组成了一幅天然画廊 其中以神女峰最为秀美 这里其峰突兀 怪石临巡 峭壁平裂 严民不断 也是三峡中最为壮观的一段 八东三峡 乌峡长 圆鸣三生 泪沾长 古人行至此峡 都不仅吟师作父 与后乌山 云雨翻腾 更显三峡 大起磅礴 接下来我们离开重庆市 来到湖北省境内的八东县 来自野人出没的神农驾邻区 境内的华中第一高峰 神农顶流淌而下的神农溪 与长江在此交汇 我们继续顺流而下 将来到西陵峡的起点 湘西与长江交汇之处 西陵峡长约70公里 是长江三峡中最长的一个 以滩多水集而闻名 整个峡区由高山峡谷和险滩礁石组成 峡中有峡 大峡套小峡 滩中有滩 大滩套小滩 在三峡水库续水以后 曾经的险阻大有改善 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 长江三峡便坐落在西陵峡之中 它坐落于屈原的故底紫归县 截断乌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它为长江中下游平原 抵御百年南域的特大洪水做准备 也拥有极其丰厚的水电资源 是名副其实的事迹工程 离开三峡大坝 我们继续前行 远处江汉平原的身影 也依稀可见 我们将会途经三峡人家 位于西陵峡中的登影峡 关吉 石崎 古幽 泉甘 也将西陵峡生态之优美 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继续行进 长江流经 南京关 冲破山体 来到湖北省宜昌 在它的出口之处 是另一处大型水利工程 鹅州坝 至此我们已经纵览三峡全貌 从巴蜀到京楚 跨越三大地理单元 尽显祖国山河之壮美